他女朋友不知道我的存在 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对 这样你果然是一个游戏高手 哈喽大家好 我是Yu的老祖 哈喽你好 我是Cathleen凯欣 欢迎来到聊天室 他想的鬼点 这他说ARMY嘛 对因为我们穿迷彩嘛 所以就要配合这个 VPS啊ARMY ARMY OK 今天我们有什么故事 因为自从我们上一次 就是有了渣男本人之后呢 就有非常多的人 request 想要看到渣女 你们想看到你们也 summit 可遇不可求 你懂吗 对对对 那我们也算蛮幸运的 有这位朋友来 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但是是不是渣女 我也是觉得 可能我们先听 OK 然后我们再看 好 我们请他出来吧 你好 你好 你有看过我们的 之前的集数 有 有看过最新的那一集 OK 所以你会想要上来分享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本身的故事 是蛮大的啦 虽然事后我也是有跟 当事人讲 对不起 我也觉得很愧疚 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已经 犯了所谓的这个错 这样子 我倒想知道是犯了什么错 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是蛮久了的 是我在刚刚出来社会的时候 我有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已经是社会人士了的 就比你大很多年的意思吗 大四五岁吧 OK 然后他对我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有求必应 谁可谁到那种 然后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都很OK的 就只要因为我们要去实习 在实习的时候 我就有遇到另外一个男生 他给我的感觉跟 那时候在一起的男朋友很不一样 OK 他朋友会说挺严密 然后我那时候男朋友就比较虚吧 木讷一点点 对 就是其实他不符合你的 择偶条件 对 我只是看他都好而已 哦 因为他可能好到让你也觉得说 why not吧 他这么好 而且我家里人也蛮喜欢他 我想说反正我家里人都这样喜欢他 我比较浪费时间去 找另外一个 找另外一个有一个这样好的了 然后在跟这个外面的这个新鲜港的时候 他是知道我有男朋友 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不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 就知道他身边的朋友跟我说 他有一个在一起四五年的女朋友 然后当我知道他有女朋友的时候 我问他为什么你要骗我说你没有女朋友 他是跟我讲对不起 因为他怕我知道他有女朋友过后 我不要理他 嗯 然后我想说 啊也对啦 可是 就是 make sense make sense 确实啊 知道我之后我也没有好像特地逼抬抬抬 还是什么 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们的关系也进展到 越来越起立 OK 甚至到有发生关系那种 OK 可是你还没有跟你男朋友分手 还没有 这个就是我上班期间的这个暗昧对象 然后晚上只有我下班还有另外一个暗昧对象 所以总共三个就是 现在男朋友 然后现在暧昧着的 然后还有多一个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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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奇你的时间管理 是人分配的 是耶 就是一三 一二 一二 真的是分天数吗 还是上班白天是一 然后 然后他把24小时差一分我觉得 噢 噢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和什么 你就是怎样认识的呢 我认识 噢 online 游戏 对 可是你们有见过面了 有 OK 这个对我也很好 我也是看得到好 这个我喜欢很好 哇 很幸福耶你 真的好像公主这样被对待 所以你就是享受这个感觉对不对 对 很想象这个 每个女生都享受的啦 有谁对我好 我不要我 我对你很好啊 我帮你mangage 噢 辛苦你了 可是我不喜欢她 我这样子想象的话我猜 第二个有女朋友的颜值最高 够 对对对 看得到自己的 我不懂为什么 我 feel out 你有potential啊你 我不是feel out 我觉得她的颜值应该是最高 最不高应该是最后的 所以颜值 我觉得还是最重要 还是有占一定的 分数 分数 对对对 OK 然后过后呢 我就跟现任男朋友分手了 那时候那个现任男朋友 他也是比较卑微 又酷又糗这样子 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谈成 我是因为什么事情而跟他分开 然后就这样子很吵涩的分开 他也是这样子不明不白的给我 帅了 帅了这样子 可是你们一起多久 多两年吧 OK 然后之后还有第二个跟第三个的 第三个那个我是完全没有跟他在一起 纯粹只是 我一直给他发好人卡就对了 第二个就有在一起 所以第二个的是 没有跟女朋友分手的情况底下 你们在一起的吗 有过后中间他有跟女朋友分手 过后他被我 甩了之后 他又跟回去跟他在一起 哦 哦 哇 那女朋友也可以接受啊 他女朋友不知道我的存在 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对 哇这样你果然是一个游戏高手 是耶 然后之后 教一下我怎样发好人卡 我给人家卡 人家不要吵 我不想赢 这很想赢 这个男的就是梦 之后就 全部都关闻关系了 然后跟这个 下一个机构 我觉得我好像 伤害到他了 所以我做事情好像 真的都很 不顺利这样子 我一直感觉到 觉得是一个报应 哦对 报应 怎么说呢 就是有女朋友 然后跟你讲 他们有女朋友这样子 嗯 然后可能对你好像 一祖不愧这样子 嗯 就想要你的人 变你的心这样子 嗯 就不是真的想要跟你 到永远的 嗯 嗯 可是后来你有对第一任 就是做了什么举动吗 回心转意之类的 嗯 回心转意是没有 因为我对他的感觉 从头到尾 我觉得他好而已 我也不想要去 回去上海谈还是什么 不过我有跟他说对不起 你有跟他坦白 是因为 呃 那个第三者 第三者的关系 对哦 我有跟他讲 过后他也没有 生气还是什么 他就跟我想说 没有关系 他说你该长大了以后 不要这样子 你说对不起就算了啊 你 以后你好好的就可以了 他这样讲 哇他真的 对你很好耶 他真的很 gentleman 真的好人到最后 嗯 可是你后来经历了 你自己有没有发现自己 最终最想要的是什么 嗯 有 最后有一个 他整个人完全是我想要的 可能 我觉得是磨合不来吧 嗯 然后 也没有 在一起到现在就是单身 哦 多多少年了单身 嗯 没有啦 没有多少年 七个月吧 对不起 像你今天上来分享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的目的 我是想跟你孩子讲 不要这样扎 有报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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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 其实已经算完够了吗 可能感情上面 我不会再去玩 可是其余的方面 我还是会去玩 就不是感情上的东西 嗯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 你会觉得说 你已经想要稳定下来了吗 感情方面的 可能没有办法的 我自己都没有信心 我能够真的好好 把安安丁丁这样子 没有办法安丁丁的话 这样接下来你的那个恋情 可能都是 没有办法到永远的了 就不要那么快去开始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不要那么轻易 开始一段恋情 如果他一旦开始的话 他就会很专注 专注到永远吗 那你懂 还要精力磨合的吗 像上一段恋情 他也是精力磨合才知道不能 没有不是这样子讲的 是你首先你要有那个心的 要转移 你不能有一个心是说 OK我不懂哦 这样拍着先咯 他可能会分手的 这样你肯定会分手的 你都没有想要 就是去解决那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意思吗 没有没有 这样就没有了 可是我跟上一段泡头 我真的是专一道 怎么说 就不跟你一心两天了 嗯 完全不 真的不碰我一心 就是有他 很崇拜他 很喜欢很喜欢他 你会怎么形容以前的你 在爱情的世界里面 怎么形容自己啊 渣你吗 你没有觉得渣吗 我想听看你怎么形容 你会觉得吗 我觉得蛮咋的 就觉得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 该做的东西啊 哎 起码他良心发现良心会痛 嗯 我觉得啦 因为他还很年轻 纯粹是不懂什么是爱 对对对 这样至少他 就是懂得 他还会反省 懂得反省 他知道自己错 我觉得他 真的只是不懂爱 嗯 然后现在懂了 也还在寻找着 我觉得是一个 很励志的一个故事 长大的过程啊 你肯定会犯错 可是你要认错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 可能是以前的你说 或者是现在的人 他现在是走着以前的你 这条路的 如果我现在可以回到以前了 我不会停我自己做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给他去做 因为 你做了你才会长大 真的 如果我 我停在我以前 我以前没有事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可能我到现在 我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继续去 伤害别人 网络人家感情 可能甚至在更严重里 也说不定 所以 有这样子做一段的经历 就OK了 其实我觉得他内心还是善良的 因为他还会坦诚 说不定那个男生 可能内心OS就是 我都你玩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世界 有可能一部分的人是显恶的 你不知道 我觉得今天他带出一个很好的信息 就是说 因为一个感情 然后我喜欢了 可是当我发现 那个感觉不对之后 或者是他是有错之后 我是会后悔 我是会反省的 对对对 而不是说我今天 就算是不对了 可是我要坚持下去 我还是要报复之类这样子 是 而且他就赶快结束 他就不要拖人家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错 因为他可以这样子对我 我就这样子 这样子 可是你总不能一辈子这样子吧 未来的事情就 有未来咯 有可能是他先不喜欢我 可能是他先提出伸手咯 我们也谢谢了 我们也要结束了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 聊天室呢 就来到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啦 哦 OK 那可是我们还是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Goshen.my 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我们希望下一季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听到更精彩的这个分享 对 喜欢的话也记得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的老板看到 我们的节目真的做得很棒 然后老板就给我们升职加薪 好不好 然后希望我们下一次的时候 妈妈哥北京 搬迁到一个更大的地方 有一个更美丽的场地赞助 耶 就让我们更舒服的聊天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的分享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之后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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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